快逃跑,快逃跑,不要在蛋仔岛上玩耍了 时间买下来不及 我们的蛋仔岛上要出现一个身高一百米的巨人了 伙伴,快逃离现在的蛋仔岛 快逃离现在的蛋仔岛呀 赶紧逃跑 伙伴们,有很多人还在蛋仔岛上玩耍 你们别再玩耍了,赶紧逃跑吧 赶紧逃跑吧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我们的蛋仔岛上竟然出现了一个身高一百米的恐怖巨人 比蛋仔岛最高的房子还要高 那个怪物一角就可以把蛋仔岛剁成两半 伙伴,众所周知 我们到蛋仔岛上更新了好玩的乐园 伙伴们,也有一个非常诡异的时空传送门 有很多人说怪物藏在时空传送门里 错,大错特错 兄弟们,快逃跑呀,赶紧逃跑呀 蛋仔岛上真的有一个怪物出现了 那个巨人身高一百米 有小伙伴告诉我说他在蛋仔岛找了一天一夜 所有房子都找遍了,没有发现那个怪物 伙伴,商城里他也找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那个巨型怪物呀 伙伴,伙伴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那个一百米的怪物就藏在这个摩天轮里 伙伴们,伙伴们 他会在凌晨十二点从这个摩天轮里跳出来 来摧毁蛋仔岛呀 你没看蛋仔岛上的乐园和冰雪城堡 因为他的道来已经全部消失了 所以啊,蛋仔岛的怪物就是摩天轮里的大黄蛋 你们知道了吧 我让大家快逃跑的原因就是等到晚上就来不及了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